燃起佛前燈 灭除心頭火 愿此大智慧 照破眾生無名 翁班長阿樂騎乎 菩提心燈 大慈悲為由 大信願為助 大智慧為光 當願父母眾生 得開智慧 脫離無名 往生淨土 地雅塔 班長者阿 阿瓦波達 那耶穌哈 點燈大家都會點 但是你把燈變成一種菩提心 一種願力 所以希望燈永遠都不要滅掉 最好 然後往外面供水 唸一下 水有八德 供養十方佛 消除惡葉 六道清涼 翁阿縫 如果我們用水去供佛 佛就加持變成八功德水 所以水有八德 顧養十方佛 就可以把眾生的惡葉洗掉 消除掉 讓六道眾生都快樂 清涼 惡鬼 地獄畜生 都可以得到 人類也可以得到清涼 快樂 所以各位 水龍不容易 我希望各位每天在家裡的佛桌 只要有空位 就給它放睡睡睡 放完以後 下午中午又把它倒掉 倒掉 布施 上供下施 點香一樣 上供下施 你點個香好香哦 那這個味道 供養佛以後 佛家是吹出去 吹出去 哦 利益無量無邊眾生 點燈也一樣 這個燈讓佛亮起來 哦 佛把這個光就融入 地獄到 惡鬼到 畜生到 人到 天到 阿修羅到 都有佛的光明 讓所有眾生不會在執著世間 讓他們看到真理 看到極樂世界 外面正在做焉供 上供下施 我們贊言法師 剛才又在念遺鬼 所以給我念一下 來 任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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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啊泡 公阿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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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海妙裔 清淨此雲共 供樣佛法身 供養三根本 以倫烈尊 累积功德 消除业障 诸佛加持 供养具备功德 所有护法善神 欢喜满足 消除各种障碍 以此焉供 供养布施 六道诸众生 祈愿离开痛苦 得到安乐 往生净土 以此甘露 供养父母祖先 堕胎胎儿 冤亲在主 现场所贤 往生排位 回向匡朝贤居士 所有往生者 得到丹路 同享功德 消除恶意 得利益安乐 一切六道轮回有情 放下执着 开悟空性 身口意清净 进入极乐世界 安主空性 我们念翁阿后 诸佛欢喜 护法神欢喜 六道欢喜 父母祖先 堕胎胎儿 哇 身口意都变成很清净 得到一切 而且得到诸佛菩萨的加持 他们往生净土 升天啊 来 嗡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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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药师佛 等一下我们出去会发给各位一包 让各位把它布施好不好 外面已经在布施了 希望他们来 当愿众生 无病无苦 要是佛加持 身心自在 脱离轮回 往生净土 南无药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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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佛杰法地 毕萨师 基督毕都离 佛南佛 荷萨师耶 但那皆多耶 欧来欧地 三妙三妇 大支他 奥毕萨师 毕萨师 毕萨师 三妙三妙 皆地 受哈 旁边的外面的两个桶子就有了 那等一下我们再去投 各位 工作做完了快不快乐 每天都要一直做工作 然后要观想 像我做完我就会开始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哪一天你在东芝看到那个像海盗法师 你不用怀疑 我回来了 我这个人是阴魂不散的 因为我每天都会跑世界 我去过的地方我都会绕一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 我就会一直过去那边 就像各位 你去仰光 会不会想家里 会啊 你一定会好像家里你都走一遍一样 你会打电话 儿子平安吗 事情好吗 所以我们都希望每个人都去关心每一个地方 包括第一二轨道 好 好 你们编发也可以 这边没发到 好 好 你要是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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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念佛 诵经词咒 都会有一个强烈的背心 就像你拉着妈妈 妈妈 痛得要死 痛得要死 你手按着妈妈 不要痛 不要痛 然后你嘴巴就一直在念佛 要这样念佛 所以我们现在拿着药 希望他们都不要痛 脱离善恶道 然后我们就一直念佛的名字 念佛的咒语 来 消病座 希望他们都脱离痛苦 哦 是里头 是里头 尽他尼萨佛 哦 是里头 是里头 尽他尼萨佛 尽他尼萨佛 是里头 是里头 尽他尼萨佛 尼萨佛 那个要碰碰身体 你自己生病的地方 用手也可以 好 碰一下 嗯 嗯 我 它尼萨佛 他们去习相 squared only feeling 一跳 都要 沒有意義 也不覺得 也不覺得 非常大 在呆 那是 我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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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LIBEMEM 好 各位把药传到后面 他们帮你投 好不好 就在我们楼梯下面 点灯的旁边有两个炉 小小的给它放下去 放下去 好 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请我们川西法师 跟各位加持好不好 希望各位我们一直要期待 川西法师常来 给我们加持 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历代祖师老和尚 南无历代祖师老和尚 今天是12月15 我们师父说了 今天是月亮圆满的日子 今天也是一位佛教界的大圣者 法王如一宝 圆集的日子 然后 所以真的特别 我们师父也给我们 那么多 前面说 苦空无常 是把我们生命当中的垃圾 给清清掉 清空 把口袋里的不好的倒掉 然后再把好的福报 智慧责任 圆满的生命 再装给我们 对不对 我们做凡夫 还是做圣人 是不是只能选一个 那我们选做什么呢 这是圣人 做轮回的人 做究竟的佛陀 做佛 我们要做什么 做佛 所以 这个凡夫的 不究竟的 乃至是错误的观念 执着 我们 师父啊 用光明来照耀我们 用甘露水 慈悲的水来洗涤我们 然后呢 引领我们的生命 就像天上的月亮一样 越来越圆满 我们希望 我们是不是很希望得到 我们的生命也越来越圆满啊 对 所以天上的月亮啊 象征着 我们生命的圆满 我们今天来学佛 来到大雄宝殿 佛能圆满生命 我们能不能圆满啊 地藏菩萨有大愿 愿意救自己的爸爸妈妈 我们愿不愿意救我们的爸爸妈妈 愿意 观音菩萨这么慈悲 把所有的小孩都当自己的孩子照顾 我们愿不愿意做观音菩萨啊 我们也可以做啊 所以你看大雄宝殿供着 释迦佛陀 本师释迦佛陀 然后大愿地藏菩萨 大悲观世音菩萨 这个都是我们生命里面都可以有的 所以师父就来给我们每个人开光 每个人给我们加持 都希望我们通过佛法的沐浴 然后刚才师父你也发了那个 戴在手上 戴手什么 铭记在心啊 把这个佛菩萨的愿力啊 咒语啊 带在你的身上啊 融入你的肉体 融入我们的心灵 融入我们的这个生命磁场 我们走到哪儿 把佛菩萨的这个宇宙力 愿力 功德力就带到哪里 把这个带到家里好不好啊 带到工作岗位上好不好 带给你的亲戚朋友 跟他握一握手 喝个盏 哇 你的这个宙人的光就照到他 对不对 然后回去这个光 照到自己的爸爸妈妈 照到自己的孩子 照到自己的亲戚朋友 哎 连你家的看门狗都被照到啊 哎 地基主 房屋的地基主 土地公 土地奶奶 土地爷 哦 看到你 哇 都高兴不得了 今天回来怎么放光啊 为什么会放光啊 就是因为今天见到海涛法师了 有没有记住 上面做的法师叫什么名字 知道吧 哎 大海里啊 大海里的一艘船啊 装的都是宝物啊 然后滔滔不绝送给你们啊 哎 得到了没有啊 得到了啊 现在心里有没有暖洋洋的 我都发现这几位老菩萨 这两天参加的 中间变年轻了呢 啊 心里开心不开心啊 我看到海涛法师 我看到海涛法师 我看到儿子还轻啊 哎 是啊 就是啊 因为什么 因为你儿子忙着赚钱啊 忙着工作去了 海涛法师 唯就是来看我们的 带着那么多功德啊 来看我们 啊 然后 哎 我所以我就是跟着后面叫随喜啊 我的名字叫什么知道吧 我叫随喜啊 我专门叫随喜啊 啊 然后我们一起 我们自己 我们家祖先 我们的历代中亲 啊 历生父母 冤亲在主 跟我们一起念佛 好不好 刚才师父你啊 叫我们念佛 念佛 念佛能成佛 念佛能得生命得圆满 哎 阿弥陀佛不生气 阿弥陀佛 而且都快乐无量 哎 请问今天我们访会来的 是人来的多 还是其他的众生来的多 众生来的多啊 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无量无边的 我们历代祖先 历生父母 累积冤亲在主 啊 然后四生六道 啊 我们缅甸境内啊 海陆空阵亡将士啊 天灾人祸死亡众生啊 被屠杀的众生啊 被堕胎的阴灵啊 哦 信佛的 不信佛的 有信仰的 没信仰的 信什么宗教的啊 都是无辙干路道场 今天 不仅讲法给我们 我们在座的人听啊 也是要讲法给所有众生听啊 佛广普照 哎 所以我们 今天大家聚会在这个 灵山法会 啊 跟佛在一起 啊 然后 救苦 救难 好 要不要感恩我们法师啊 特别要感恩啊 哦 感恩 感恩 希望法师要不要 常常来啊 要常常来啊 法师这个 生生世世 修的财富 法啊 修的是健康的法啊 他生生世世啊 我们海盗法师啊 所以我们去布担那个以前的那个福藏啊 法师一拿就往外流干路水啊 哦 这不得了啊 所以谁看到海盗法师 谁就发财啊 谁看到海盗法师 谁就健康啊 哎 法师放了 救了很多很多的狗 很多很多的牛啊 鸡啊 鸭啊 鱼啊 救的 都像爸爸妈妈也把他养老养起来 而且还请这些狗什么吃素 哎 请人吃素不容易 请狗吃素很方便 啊 教化人不方便 救度鬼很方便 对不对 所以海盗法师工作大不大 啊 我们所以看到法师要 眼睛不要眨起来 知道吧 要闭的时候 一个眼一个眼闭 留一个眼看 啊 回去再想 好不好 家里有没有生命电视台啊 有生命电视台 卫星可以看 手机可以看 现在都是直播 法会都有直播 好不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 护持 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时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卖不掉的牛 在乡下的小村庄里 有位农夫家里养了一头成年的母水牛 那只母牛肚子里 已经怀了小牛 因此 农夫对他 非常照顾 希望他能 平安顺利地 产下牛宝宝 老杨啊 一大早的你割这么多草干什么 还不是我家的那头大水牛 快要生产了吗 所以我出来割一些新鲜的青草 回去给它吃 老杨 你对你家的那头水牛可真好啊 你对它那么 它一定会帮你生头健壮的小牛的 到时候你把小牛卖了 可又能赚一笔钱了 卖了 不不 我可舍不得卖的 可不是嘛 老杨对他家的牛可用心了 要是有了小牛 一定也会像照顾自己孩子一样的照顾它 哪里会舍得卖呢 我家的大水牛可替我出了不少力气呢 对它好也是应该的 好了 不跟你们说了 我得赶回去喂它吃草吧 几天后 老杨家的大水牛顺利地产下一头小牛 老杨夫妻二人用心地照顾着这两只牛 而小牛也一天天地长大了 多么漂亮的小牛啊 它以后一定能长成像它妈妈一样健壮的大水牛的 是啊 到那时候我们的这个小牛棚可装不下它们两个了 没关系 等秋天将收成卖了钱 我们再把牛棚盖大一点 对了 你快去把熬好的粥端来给大牛吃 它刚生完小牛 现在正需要补充营养呢 嗯 大牛 辛苦你了 赶快吃吧 你这小家伙长得可真快呀 吃饭喽 多吃点 小牛 你也尝尝吧 米粥很好喝呢 就在小牛出生的两个月后 爆发了牛温 方圆几十里内不知死了多少头牛 不幸的 老杨家里的小牛也染上了瘟疫 于是老杨亲自上山采草药 为它医治 啊 小陈 怎么今天村子里又死了这么多头牛 是啊 我家的那只牛也死了 唉 这次的瘟疫实在太严重了 别说我们村 这周围几十里 所有的村子都爆发了牛温 每天不知道要死多少头牛的 老杨 你家的牛怎么样了 唉 我家那只刚出生的小牛 也染上了瘟疫 这不我正要上山采草药给它治病呢 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没用的 这次的瘟疫非常厉害 连兽医都治不好的 不 我要试一试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死去 老杨 老杨将采集回来的药草磨成之后 一口一口地喂着小牛 为了方便照顾 那些天的晚上 它就睡在牛棚里 最后终于将小牛 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 哈哈哈 小牛 你没事了 我终于救活你了 小牛越长越大 老杨家的牛棚 已经住不下两头牛了 然而 那年的收成非常不好 别说 扩建牛棚了 就连生活都成了问题 于是 老杨决定 把那头小牛卖掉 唉 原本打算 今年收成后 拿点钱扩建一下牛棚的 没想到今年竟然欠收 是啊 别说盖牛棚了 接下来 连我们的生活 都成问题了 老公 这可怎么办啊 没办法 只能将小牛卖掉了 卖牛的钱 足够我们一家 撑过这几个月了 唉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们可得给小牛 找个好人家 我知道 隔壁村的老黄 一直想买我们家的 这头小牛 我看就卖给他吧 嗯 就这样 小牛被卖到了 邻村的黄姓村民家 老杨虽然心中不舍 但却也 无计可施 然而 时隔不到一个月 那头小牛 竟然自己 跑回来了 不论老杨 如何驱赶 他都不愿意 回到买主家里 无奈 老杨 只好将小牛 留在家里 把卖牛的钱 如数退还给卖主 这不是小牛的叫声吗 你怎么跑回来了 好啊 你竟然偷跑回来这里 老黄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别提了 这是小牛到我家后 三番两次的想逃跑 今天我一不留神 他就又跑出来了 没想到 他竟然跑回你家 小牛 他现在是你的新主人了 你快跟他回家吧 快跟你的主人走啊 别再回来了 唉 老公 我看他是舍不得 离开我们家 老杨 这头小牛 老是偷溜也不是办法 你把钱退给我吧 还是让他 留在你们家好了 嗯 也只能这样了 没想到 这头小牛 不仅失落 还这么练家 竟然自己跑回来了 可是 就算他跑回来 我们又能怎样 是啊 没了卖牛的钱 接下来的日子 可怎么过啊 明天我把他 带去集市买了 可是 他要是再跑回来 怎么办啊 不会的 我把他卖得远远的 那样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嗯 第二天 老杨便带着小牛 来到了集市 一到集市 小牛就感觉到了离别的气氛 这让他感到不安和焦虑 眼底流露出一丝丝恐惧 他不断地用脸蹭着老杨的腿 一下又一下 他想尽办法讨好老杨 希望老杨能打消 卖掉他的念头 可是不管怎样 那头小牛还是被一个远道而来的买主买走了 老杨开的价钱不是很高 因为他看这个买主是个老实人 一定会好好对待小牛的 小牛卖掉了 嗯 卖掉了 那位买主的家离我们这里有二百多里 我想这么远的距离小牛是回不来的 那就好 希望小牛在那里不要受苦 你放心吧 我看那位买主人很老实 所以我也少收了他一些钱 叮嘱他一定要好好对待小牛 我想小牛在那里是不会受苦的 一年多过去了 就在老杨夫妻以为再也见不到那头小牛的时候 小牛又回来了 他就躺在老杨的家门口 身上布满了纵横交织的皮边伤痕 有些伤口还流出带着腥味的浓喜 啊 是谁把你打成这个样子啊 是哪个没天良的 第二天 老杨就将卖牛的钱还给了买主 就这样 小牛再也没离开过老杨家 因此 村里的人都称他为卖不掉的牛 牛虽然只是动物 但是他有感情 有灵性 知道谁才是真正对他好的人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摩赫波哲波罗蜜 优优独生 优优独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